新香会北约客店周年庆 新增菜色有 本日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11月7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日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表示 房价这一个月已经开始松动 但是调控绝不可有丝毫动摇 要是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温家宝将出席金明两天 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 第十次会议 他在接见中国驻俄使馆和圣彼得堡总领馆人员 当地华人华侨及留学生代表时 发表上述讲话 温家宝说 房地产调控已经进行了两年 一些重大的措施都已经出台 特别是今年要确保1000万套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房屋建设 这势必会缓解房价的压力 缓解居民的需求 房价总的形势还处于僵持阶段 但是这一个月来也开始松动 温家宝特别强调 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 绝不可有丝毫动摇 政府的目标是 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据报道 温家宝还表示 中国今年财政将收入10万亿元 这取之于民更要用之于民 他也指出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中国将自己的事情办好 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日本海上保安厅昨天逮捕一艘 中国渔船的船长 理由是这艘中国渔船 进入日本领海捕鱼 目前这名船长已经被渔送到 长崎接受调查 渔船和另外其他10名船员 也抵达长崎接受调查 中国外交部目前还没有回应事件 而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证实 正在和日本方面交涉以及调查 日本长崎海上保安部称 一艘中国渔船 这代于04188号 周日因进入日本领海 船长张天雄已被日方 以违反渔业法的嫌疑逮捕 长崎海上保安部称 日方的巡逻艇 东京时间周日上午10点过后 在长崎县五岛列岛西北约4公里日本领海内 发现两艘中国渔船 日方要求停船 不过中国渔船无视停船指令 并试图逃走 日方巡逻艇进行了4个半小时追踪 最后在日本专属经济水域内停船 日方登船检查 逮捕了中国船长 另一艘渔船已离开释法海域 目前中国渔船船长已被带往长崎海上保安部 接受审讯 渔船也在周一下午3点过后 抵达长崎岗 依照日本法律 海上保安厅必须在48小时内决定 是否将船长送交检方处理 我们再来看 北京航天控制飞行中心 今天为神舟8号和天宫1号的第二次对接 进行了推演 首次交汇对接是在地球阴影区进行的 第二次交汇对接是为了考核对接机构的重复使用性能 和交汇测量设备在不同空间环境下的工作情况 所以选择了光照区 强阳光可能会对交汇对接测量设备造成干扰 实施第二次交汇对接后 神舟8号飞船将返回 今天下午进行的返回段协同演练 对返回流程进行了推演 目前截至北京时间7日晚上7点 天宫1号神舟8号组合体 已经在太空中运行超过了113个小时 各项有效载荷的测试正在有序进行 今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家政服务行业的价格一路高歌 月扫的收入已经比去年同期普遍上涨两成以上 许多新妈妈都感叹 这年头收入增长跑赢CPI不容易 家政行业却做到了 某人才服务公司调查显示 上海专科生和本科生平均起薪 才2285元和3135元 已落后于大部分家政从业人员 而年龄在35岁到45岁 有中高级家政员或母婴护理师证书 从业经历5年以上的金牌月扫 月薪能谈到8、9千元的更不在少数 不过家政从业人员身价大涨的背后 除了供求关系还有不少水分 比如一些公司通过星级制度 刻意提高服务员身价 变相增加提成 有月扫透露说 过去身价主要以工作年限和经历论高低 现在则多出学历 习惯 证书 相貌等标准 每上一个等级月 薪水就能升100元到300元不等 他坦言 一些服务员为了抬高身价 就去参加短期培训 或虚报从业年限和经历镀金 但其实未必有真才实学 网TV旅超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8月访问香港时宣布 明年起香港的高中毕业生 可以凭中学文凭式的成绩 免试报读内地的大传院校 提供多一条升学的出路 香港学生去到内地读书 在生活和学习上 又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呢 一起来看报道 北大清华被誉为 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那里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 云集各地的尖子 近年校园越来越多 香港学生的踪影 不过初来乍到都需要时间适应 一开始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普通话是听不明白 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相处的方式都会不同 会有冲突 会有磨擦 而且他们很肯定 其实一个小朋友 尤其是在香港 一个城市里面 其实应该要有机会 要去不同的世界里看一看 年轻人的适应能力强 很快就能够融入 但严谨的教学环境 也令他们明白要加倍努力 其实一开始总会是堕后一点 因为我们的基础打得不好 可能中学的时候学的东西 没有他们那么艰心 但是其实我觉得 发现这里的资源 现在中国内地的大专院校 共有一万一千名香港学生就读 并不是所有学校 都可以免试招收香港学生的 将来就会逐步扩大 免试招生的范围 教育局表示 会继续和内地教育部商讨 尽快落实招生的细节安排 WTV 李超报道 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距离台湾大选投票 只剩两个多月 台湾太平洋发展协会 日前公布最新大选民调 马英九获得38%的支持率 30.7%支持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 签民党主席宋楚瑜则有9.7% 马菜差距逐渐落大 太平洋发展协会理事长游盈龙称 相较于10月的民调结果 马英九支持度上升4.4% 蔡英文上升1% 宋楚瑜下跌1.8% 马菜差距明显拉大 宋楚瑜参选效应 似乎正逐渐递减中 针对参选人的支持度进行交叉分析 23.5%支持台湾独立者 61.5%支持两岸统一者 以及46.4%赞成维持现状者 表示会投给马英九 游盈龙说 蔡英文在争取独立选民支持度上 仅于马英九打成平手 未能获得更多支持 同时 有两成独派选民支持马英九 被问到 谁比较有能力处理复杂的两岸关系 马英九获得41.3%选民的认可 大幅领先蔡英文16% 宋楚瑜17.4% 而在谁能突破台湾外交困境问题上 马英九有42.1%的支持度 蔡英文21.9% 宋楚瑜11.9% 游盈龙认为 多数选民认同马英九 在两岸和外交议题上的处理方式 也许是马英九民调持续领先 且上升的原因之一 WTV宇超报道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国民党发言人赖素如 当地时间7号表示 国亲合作一直是泛蓝选民心中的期待 没有到最后一刻 不会放弃合作的机会 协商的大门一直都是开的 赖素如今天接受访问时表示 没有到最后一刻 国民党不会放弃合作的机会 协商大门一直都是开着的 而且国民党坚持开大门 走大路 绝对不会有政治密室协商 对于有媒体指称 蓝营估算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参选大选选票压缩在65万票以内 赖素如说 国民党的选战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步骤 与节奏走 他还表示 国民党仍期待与亲民党的合作 因此 目前不会有估票的行为 赖素如指出 马英九正勤走基层 倾听民意 向选民报告成绩单 及黄金十年台湾愿景 让选民清楚 了解 并做客观选择 国民党正持续向前冲 WOW TV 李超报道 中港台新闻过后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并告回来还有体育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别走开 先来看NHL方面的消息 温哥华家人队做客挑战芝加哥黑鹰队 家人队的队长Henrik Setting打入一球 并且三度助攻 另外家人队在本场比赛的 六次PowerPlay机会中打进五球 他们最终以6比2战胜对手 打进PowerPlay进球的家人队球员 包括David Booth Evran Rome Daniel Setting 以及Dane Hamhuis Janik Hassan也有一球入账 本场比赛也是黑鹰队 本赛季主场的首场势力 再来看足球方面 皇家马德里在周日的西甲联赛中 凭借着Celona尔多的联中三元 在主场以7比1狂胜奥萨苏纳队 黄马在比赛的第23分钟取得领先 蒂玛利亚右路船中 Celona尔多11码处头锤破门 奥萨苏纳在第30分钟颁平比分 阿尔贝罗亚在禁区前犯规 奥萨苏纳快速开出任意球 伊布拉西马在15码处低射破门 不过Celona在之后的比赛中 完成帽子洗法 本则马没开二度 宜瓜英和佩佩也各入一球 皇家马德里取得7连胜 继续领跑西甲7分榜 在西甲联赛的另一场焦点战中 巴塞罗纳队作客也2比2 战平比尔巴厄竞技队 法布雷加斯头锤破门 将比分扳平 接着皮克自摆乌龙 使得比尔巴厄竞技 再次取得领先 直到阿莫雷比埃塔 在古时阶段被罚出场后 巴塞罗纳凭借着人数上的优势 在随后的比赛中 由梅西打住一球 降比分追平 巴塞最终以2比2比平对手 保住了西甲不败的金身 但和皇家马德里之间的差距 扩大至3分 体育消息过后 来关注一下 多伦多现在湖外的天气状况 现在湖外是多余的天气 温度方面有11摄氏度 吹灭小时15公里的西南风 今天晚上的低气温 会降到9摄氏度 了解未来5天的天气测 一起去看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英国达人苏珊大婶浑厚的嗓音 对音乐的执着和坎坷的人生经历 都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她的第三张专辑也刚刚发布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英国当红明星苏珊大婶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 但愿有情人 这是苏珊大婶的第三部立作 新专辑的曲风 很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怀旧风格 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 还记录了她自己的传奇经历 在最新专辑发布后 苏珊大婶还将为 将在明年三月开演的音乐剧做准备 可以说是人气不减 下面就来听听新专辑中的歌曲 《秋天的落叶》吧 《秋天的落叶》 All these autumn leaves Are yours tonight Wall TV 李超报道